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hrome擴充工具 那這個我平常像我剛剛講就是把它當作所謂稍後閱讀 為什麼?比如說我們常常會看到 你上網一定會看到很多文章對不對 但是你不見得有完整的時間把它看完 對不對?比如說現在在工作中或者是現在在忙其他事情 你知道有這個 那請問各位平常會怎麼做 如果說我現在看到這文章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還不足以稱為我的最愛 對不對?你怎麼不好意思看不完每個都加到我的最愛吧 你愛那麼多幹嘛?專精一個就好了對不對 你真的有需要才加到我的最愛啊 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因為還沒時間看 那這個時候平常我們可能就會變成這樣 分業有沒有發現會越開越多 對不對?那最後你的怎麼處理? 最後只有一句話關掉啊 打掉重來啊 就只好關關關關關 因為Chrome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它很吃記憶體 所以如果你分業開很多 如果你的記憶體不夠的話 你會很明顯發現電腦效能變慢 就記憶體都被用完了 好被用完 因為它當初開發的一個用意就是 每一個分業都是獨立的記憶體 所以它強調這個分業 萬一應用程式當掉了 不影響其他的分業 像IE火湖他們就是共用了 所以只要一個當掉就全部其他就卡掉 當然這是它的優點 可是也是因為它這樣的方式 所以會很佔記憶體 因為每個都獨立執行 好都足以執行 那當分業多了變慢 所以我們可以善用一個東西 叫這個叫稍後閱讀 今天我可以從這邊 比如說我覺得這篇文章我喜歡 但是我想要 有空的時候我再仔細慢慢看 你看我這裡上面有沒有一個月亮 有看到我有49篇還沒讀嗎 哈哈哈哈 點一下 來點一下 你就到你要網頁把它點一下 好這裡呢它就給你很多選項喔 今天晚一點再看有沒有 然後睡覺前看嘛 明天看啊 週末的時候再看啊 下禮拜再看啊 一個月以內看 不然就怎樣 等我有一天再來 哈哈哈哈 時間到它就會跳出來就對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你看我就把它點一下 然後呢按一下 sumday 它就這個分業就自動收起來了 有沒有發現我就加了一個1 是不是在裡面了 這樣有了解了齁 因為是有輕重緩急嘛 你可能現在這個時間不適合看那個 我就把它留著啊 以後有空再看就好了 你應該不需要把那些網頁都每次都加入 然後帶閱讀那個標籤裡面 以後都還要刪除嘛 真正你覺得這篇好了 我再把它加到我的最愛裡面來 但是這樣 那你會不會有其他問題想要問我 你覺得這樣就滿意了喔 不行啊 比如說我剛加入那一篇了對不對 我現在突然有空啊 可是我叫他某一天才出來啊 某一天要等到什麼時候我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我自己先就偷看一下 可以嗎齁 或者是有沒有 你阿娜達 老是會忘記你生日的啊 你就先把它加進去 就把你要買什麼小禮物那個頁面有沒有 就加進去 然後前兩天 每一天就提醒提醒提醒 你最近有沒有看到什麼啊 哈哈哈哈 就可以提醒他一下吧 來我們來這邊看一下齁 你點他對不對 好 你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 已經加到稍後閱讀的 嗯 你就從這裡面 按一下 這樣我就知道喔 我之前有哪幾個 有沒有在裡面啊 對不對 那甚至呢 你以前怎麼樣 有用過的清單都在裡面啊 當然他有to do list 這個是另外的 所以我就沒有用他 我主要就是用這個 就是用這個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指定日期 像我剛才講有沒有 生日的那種指定某一天才跳出來的 最好是前幾天跳 這樣男朋友多刺激一下 才會有有印象 哈哈哈哈 對不對齁 然後就那幾天就密集出現 這樣子 反正你就偷偷幫他抓 說這很好用喔 這樣子 這樣了解 有沒有很難 沒有嘛 對不對 可是這樣對我們就是說 有時候在安排事情上 就相對有一些彈性 有一些彈性 好 那請問你這個要去哪裡找 一樣的 是不是找剛剛那個地方 你就找到更多工具裡面的擴充功能 好 因為你們沒有我那麼多啦 所以應該一下就看到他的 找到他 好 那一樣你打關鍵字 關鍵字是哪一個 這個 SNO 我看一下 往上往上 這裡 關鍵字在這裡 這樣有看到了齁 好 那我把它還給你囉 請你先試看看喔 好 其實有一些我覺得就是像這樣提升我們就是 使用的一個效率的部分 那雖然它不是內建的功能 可是我覺得 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裝起來 當然不可否認的 就是有些擴充工具 如果你覺得 我用的 不是很喜歡 你可以把它刪掉 或者是你先把它暫時停用也可以 那些功能都在哪裡 都在我們剛剛那個擴充功能裡面 你可以從裡面去啟用 或者刪除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這樣了解了 所以 各位可以稍微試看看喔 它最主要就是有一個好處 它會同步 所以同步是什麼 我今天在那一台電腦做的 比如說我今天在辦公室的電腦 我看到那個頁面 我覺得不錯啊 我就稍後閱讀 可是我回家之後 因為有同步嘛 所以那個也會跟得過來 這樣你了解嗎 這樣是不是就方便一點了 不會說辦公室歸辦公室 家裡電腦歸家裡電腦 因為有時候也是怎麼樣 我可能在家裡電腦 我看到不錯的 我就把它加進來 那你在辦公室就可以隨時又看到它 就不用再重新搜尋一次